大家看到這個木刻村一路向前走 全部都是很多很漂亮的櫻花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櫻花其實比想像中 如果根據種類來講 其實就不是非常粉紅色的 好像前面這些是比較偏白色一點的 一些比較偏白色一點的櫻花的種類 跟我們上次看的那些何俊英 就完全不同顏色了 你看看這裡 這裡 中間因為有一條紅色的鐵橋 結果每個人停車在這裡拍照 好像很危險 不過我們今天的目標是去Startbuck 今天在這裡再走前一點就是了 對了,我們今天要去的那間聖巴克 就是前面這裡的這一間 外形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Startbuck的門口 它的Logo跟正常也是不同的 因為這一間是特別的店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是零零射射特別多遊客 還有Secure在這裡 這一間... 剛好有車子走過 大家看到這一間就是我們今天要來 要提前整個月預約的Startbuck Singaro 不知道是不是Rockstar 但Rockstar Logo 這間Startbuck是厲害的 大大間在這個木克村前面 然後前面現在開滿了青花樹 還有它是三層高 一層飲咖啡、一層飲茶、一層飲酒 應該是 那一會兒進去,大家就知道了 我們還沒夠時間 夠時間就要進去 因為我們還沒夠時間 所以我們先在這個中木克的方向去走 大家看到中途呢 是有一些熟食檔啊 有些屋台啊之類的 我說暫時還要...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木黑村附近 在這一段時間真的有很多的店舖擺檔出來 去到做生意 買食、薯條、酒 Miley先生剛才買的也是其中一個名物 來到這裡必定要喝的粉紅色的Champagne 用來配合後面的櫻花 一起去喝打個卡是必做的 現在差不多到我們預約了時間 剛才我經過聽到這個Secure 如果你現在才開始沒有預約去排隊 進去這間Starbucks的話 排隊的時間是240分鐘 這個特別的Starbucks 在世界上只有5個ぐらい 所以每個人都會來 每個人都會來 每個人都會來 原本的品牌也有很多 我會去看 2樓 2樓 剛剛好在I-level 即是坐在這裡的時候 坐在這裡的時候 剛剛好在I-level 但有一塊玻璃隔著這樣 幫我們坐在這裡喝咖啡 Cappuccino 今天真是天氣 大家看看天氣 哎呀這樣真是最差勁 陰陰的天 想下雨不想下雨 沒有藍天 如果有藍天白雲的話 整件事會漂亮很多 不過它不下雨已經是不幸中之大行 所以算了 什麼時候我穿 跟大家報告的原因就是 打著格子這邊這個 哈哈 他是 他是 他是侄女 還是什麼 外生女 對不起搞錯了 我不懂分這些 給我親戚的手機 這個外生女 他接下來這段時間 會跟我們一起住 他來讀書 哈哈 好 他這裏呢 那些咖啡豆 在那裏 把雜汁 загask 全部清除了之後 就經到上面條管 一路 �니다 敲去前面那裏 在前面那一邊 在前面那一部機 pumpkin 去到賠店 ago hon 一名咖啡豆 豐火 煎完之後 就再踏在上面的管 這些 敲去前面 來前面 它上面寫著Strave on Path to Cup 它就是經過上面的管 將咖啡豆掉到前面這幾部機 然後再從那裡直接沖咖啡出來 是一個很厲害的sustard 這間店全世界有幾間而已 在東京這裏還有其中一間 稍為此使用了鑰匙 加索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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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索薑 加索薑 加索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